反正也是就是一死 杀得过就杀 杀不过就是一死 这位男子即使面对警察 也丝毫没有悔改之意 妻子被辱 老母亲被殴打致惨 让这位血气方刚的男子 涅洗千里手拿一把水果刀 将恶霸曹家直接灭门 他和曹家有什么深仇大恨 这是发生在浙江离水市 一个小村庄里的真实案件 2011年的某天晚上 派出所接到了一个报警电话 村民称听到村子里的曹家传出惨叫 凶手已经砍伤多人 民警立刻赶往案发现场 当警方赶到推开曹家大门时 竟被眼前的一幕给吓住 只见院子里横七竖八的 躺了近十个人 不知是死是活 意识到事情严重性的警方 立刻进行救援 同时进行现场侦查 这些人都身中竖刀 院子的地面上满是鲜血 其中有几人已经死亡 这很明显就是一起重大恶性的刑事案件 警方不敢耽误连夜开展调查 很快就将嫌疑人锁定在了郑永军身上 于是警方立刻进行部署 很快就将其抓捕归案 从郑永军的口中还原了案件的经过 案发前一天在上海打工的郑永军 接到了来自妻子哭哭啼啼的电话 得知母亲被村打成残疾 瘫痪在床 被愤怒占据头脑的她 连夜赶回老家 回到家后 令她更加想不到的事 不仅仅是她的老母亲 就连自己的妻子和妹妹 同样都浑身是伤 强压怒火询问妻子原因 妻子抹着眼泪 将原由一五一十的 跟郑永军说清楚后 刚被压抑住的怒火蹭的一下 又冒了出来 心愁就恨一股脑的全涌上了心头 郑永军一言不发净直出了家门 来到菜市场挑选了两把水果 准备向曹家复仇 但是郑永军也明白自己势单力薄 一个人单挑曹家恐怕难度不小 于是她很快想到了自己的妹夫丁凯牙 丁凯牙在得知自己妻子和娘家人 被人如此欺负之后 也是怒不可遏 在郑永军想告诉她准备 让曹家人付出代价时 丁凯牙不假思索的就同意了下来 于是郑永军将她想到的那个 残忍血腥的复仇计划 告诉了丁凯牙 案发当天郑永军带领妹夫拿着水果刀 来到了曹家门口 而从里面传出来的欢声笑语 深深刺激到了郑永军本就痛苦的内心 遏制不住怒火的她一脚就踹开了曹家的大门 还没等曹家人反应过来 郑永军就已经将曹家奶奶砍死在地 很快就奔向了自己的下一个目标 终于惊醒的曹家人四散而逃 然而大门早已被丁凯牙反锁 一时间曹家院子里充斥着各种尖叫 哀嚎以及求饶的声音 然而此时已经封魔的两人 已经完全听不见外界的声音 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就是杀光他们 直到曹家人全部倒下 郑永军才清醒了过来 他一把丢下手中的水果刀 赶紧拉上丁凯牙逃离了现场 并在第一时间买了火车票 准备连夜逃亡 最终在火车站被警方抓捕 在面对警察的审讯的时候 郑永军也没有丝毫回忆 甚至遗憾自己没有将曹家人全都杀死 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让郑永军如此对曹家有如此深仇大恨 经过警方的走访调查 这才得知 被害的曹家竟是村子里面的村霸 经查做一些蛮横刁钻不讲道理的事情 原本曹家也是村子里的一户普通村民 不过曹家的子女都挺有经商头脑 很快曹家就变得越来越有钱 在村子里的房子也变成了小洋楼 凭借着这小钱 也是成功地和村里盼上了关系 由此曹家的势力在村子越来越大 经常跟村民们有各种冲突不算 还有总仗室七人 郑永军一家作为曹家的邻居 自然是受到他们迫害最严重的一个 郑永军原本是个老实憨厚的性子 面对曹家的欺压时都是能忍责人 直到两家人因为地的事情 发生了剧烈的冲突 曹家和郑家之间有一块空地 在原本分地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并没有进行划分 曹家公然地将那块地具为己有 并在上面盖起了新房 得知消息后的郑永军立刻赶来 要求曹家停工 然而一向霸道惯了的曹家 根本就没有理会郑永军的要求 指挥着工地继续进行建造 无奈之下郑永军只好作罢 毕竟大家都是相礼相亲的 还都是邻居免不了要经常打交道 但没想到曹家就因为郑永军这一次的阻拦 将郑家记恨在了心里 不久后郑永军就外出打工 出门前他还特意叮嘱妻子和母亲 绕着点隔壁曹家的人 然而郑永军走后 曹家间就剩下妻儿寡母 这些好欺负的 于是开始了各种胡作非为 一开始还只是带着村子里的人孤立郑家人 后来发展成了往郑家门口丢垃圾 曹家的男人见到郑永军的妻子还出言侮辱 并且当众调戏郑永军的妻子和妹妹 甚至还将一个粪桶挂在了郑家厨房窗子下 郑家妻子向着郑永军临别前的嘱托 将这些全都隐忍了下来 但是随着天气慢慢变热 粪桶飘出来的令人作呕的味道 两窗户都已经无法阻挡 让郑家人连日常三餐的做饭都成了问题 终于气不过的郑家奶奶带着郑永军的妻子和妹妹找到曹家理论 希望他们将粪桶给拿走 但是霸道的曹家不仅不愿将粪桶拿走 甚至还威胁郑家不让他们拿走 郑家因此跟曹家发生了剧烈的肢体冲突 一番拉扯下 曹家仗着自己人多势众 直接将郑家奶奶推倒在地磕破了头 曹家不顾郑家奶奶冒血的头 依旧对着这个白发老人拳打脚踢 郑永军的妻子和妹妹也遭受了曹家人的殴打 最终郑家奶奶被打得瘫痪在床 其他的两人身上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受伤 当天夜里实在忍受不了委屈的妻子 将最近发生的一切告诉了郑永军 愤怒的郑永军连夜回家带着水果刀 叫上自己的妹夫冲进了曹家 开启了一场血腥的杀戮 最终曹家女儿 女婿以及外孙全因失血过多死亡 曹家其他七人全都身受重伤 郑永军和丁凯牙背叛故意杀人最初以死刑 回看整件事情原本只是一件极小的矛盾 最终因为曹家人的霸道横行 导致了这样一起灭门悲剧的发生 让两个家庭都变得支离破碎 只能叹息一生不要人善就欺人 最终落得个两败俱伤的悲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觉得视频的内容不错 请长按点赞 让更多人看到这个视频 咱们下期再见